哈喽大家好,我是游戏爱好者赫兹 今天呢,我也是总结了我找到了三位与兜兜声音一模一样的主播 当然了,这些还是归功于小伙伴投稿给我的 他们跟我说有一个叫小碗游戏的跟兜兜声音一模一样 那么截止到现在已经有三位跟兜兜声音一模一样的主播了 有一位的身份已经被确认下来的 没错,他就是你们熟知的兜兜的小号 目前这个账号已经有几十万粉丝 估计有很多小伙伴都不知道 不知道也很正常 因为这个账号已经停更了一个月 各位小伙伴请看一下兜兜小号发了什么视频 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会停更了 没错,正是因为兜兜的小号发的是迷你世界的视频 招售了一群我的世界玩家来喷 整个评论区都在吐槽 兜兜为了不给自己长黑粉只能停更了 现在第一个身份我们已经确立了 我们来说一下第二个与兜兜声音一模一样的主播 他的名字叫洛雪 虽然跟兜兜有同款的声音 却并没有带来很多粉丝也没有带来很多热度 但是他发的视频类型和兜兜真的是一模一样 来上原视频 我叫哥雪是一个无忧无忧的小憨皮 我们的班主任王老师被实名组织给绑架走了 我和我的小伙伴壮壮壮以及佳佳 踏上了寻找王老师的礼程 壮壮昨天救下了一个小妹妹 她今天互送小妹妹 大家发现了没 他的开场白和兜兜的开场白是一模一样 而且还有兜兜视频中的王老师也在其中 如果小伙伴们不认真看 还真的以为兜兜什么时候创了个小号 他是在三周前才开始发的视频 关于这个身份问题我们到后面说 来我们看第三位 他叫小婉 是一位猫和老鼠的主播三个月前才开始发的视频 不过他的视频并没有像前两者一样 只不过是把一局玩游戏的视频录制下来剪辑而再发出去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原视频 大家好呀我是小婉 今天小婉出入猫和老鼠 请大家多多关照呀 这把小婉玩的是鼠阵营 竟然还有限免角色呀 嗯那我们就学海盗杰瑞吧 看名字就知道很霸气 游戏开始了 声音确实很相似 有可能用的是同一款变生器 可是小伙伴们你们发现了个问题吗 落雪入住的是三周前 而这个小婉入住的是三个月前 这会不会有点太巧了 我感觉这就是同一个人在操作 小伙伴们你觉得是什么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视频末尾欢迎各位小伙伴投稿 每期视频从关注留言点赞收藏转发的小伙伴 和赞赏的小伙伴 各抽一位胸出红包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